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显感觉就是在年龄划分上 明显我跟玉宁是一波人 那你画得费劲了 就是这样就好了 信有点多 跟他俩从来没交集的 没有 他从来在国外怎么交集的 年龄差太多了 别上来就往那靠 不都是谁摇的吗 谁摇的 大张云 他来的 那个人属于一个特别黑 比较个性那种 所以说他就 基本上谁叫他来从来不来 就为了自己想去 你要叫他喝酒给谁叫我都去 他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喝酒 没见过 见过 见过一次 见过一次 什么时候 07年5月份 07应该很早了 很早 10年间 对受伤了之后去一趟神话基地 让对一看完 正好他也上了他做那个什么 超声波 然后看到 还有这么一段 当时是一种什么画面 就两个画面 就我往我爸怀里扑 我就害怕 然后 我就说 老爸你怎么当时给我取了个正名字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了 我看到他好几年踢球 但是我都是在看台上面 他在场地上 完了之后 现实中看到我肯定慌了 现实真是害羞了 对 也是才10岁 我老爸说没事去 去 去干嘛 去去就完了 你不是想要人家签名吗 然后我也没去 但是我就是 我去聊两句 没事 你是喜欢这个球员的 对 我是喜欢的 对 重点还是一个概念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无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 指导 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如果称呼头衔即被视为犯规 全场犯规最多的人将在最后负责结账 那我可以负责结账 反正明天就回欧洲了是吧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留下一个好印象 那边怎么样 都给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 我天我感觉要出家了 感觉都给安排好了 搬家了 要换地儿了 现在就是印钞西布朗 然后把我给签了 反正之后呢 因为劳工症的问题 现在就是说租界到得奖联赛了 然后之前布莱梅有这个意愿 看了这场比赛了 现在就是租界到布莱梅 那么如果单赛季达到一个积分的话 就可以拿到劳工症 英苍劳工症是要求国家队出场的 应该有 有要求 是不是只有英苍劳工症 是21岁以下 他是50% 但21岁以上就要70%还是90% 那就是这个赛季了 对 然后现在我这个率还挺高的 真不回来了 真不打算回来了 没不打算 现在还不打算 那有一个 比如说准备踢掉多少岁 还是什么的界限 你让人刚开始挤不了 什么时候退役呢 我脑子倒是吗 我今儿脑子倒是吗 还烧坏了 追回雷吗呢 真是追回雷 你又敢想给人退退役 我是想踢到什么回到国内 就是有没有这个计划 打算比如说到2526了 因为你说踢到退役回到国内 那也不是 这个肯定要看 自身发展的好 你如果就是没法达到了 你的目标无法实现了 那么你肯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也就是说我明年去哪儿 后年去哪儿 不太想不到 就球员来讲是很难很难选择 就是说只能是 今年踢完之后去看 看一看未来有什么发展 再制定明年计划后年计划 然后像以前像那什么 定个什么五年计划 我第一年干什么 好像球员自己好像都没有 做不了 当时那时候订个计划以后 当时摘牌你本来计划去哪儿 当时给你摘走吧 真有 那你去不去啊 对不对 97年还有摘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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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摘牌吧 正开始在日子 他不知道摘牌这事 应该是 应该是 你还听得过吗 没听过摘牌 没听过 就比如说杨浩假设 他想去恒大 对方也想要 他也想去 但是放到摘牌里呢 就是国安 假设国安不要了 他是这个池子里的球员 前头发衣把他给摘了 他没有选择选 他就必须得去白衣 你必须得去哪儿 对 真的毁了好多人嘛 有人就不愿意去 就不去 赛完退役有的还有 对 我突然军都不知道 中国足球经历过好多这种 就是改变呢 就是改革 像改革的那种 改变改革嘛 投球算两分 有这什么 有 更早了吧 更早那是八几年 八几年吧 就因为好像是跟人比赛 让人进了一投球嘛 就说以后得投球算两分 在国家队的时候 你跟谁跟谁好 就是你怎么能融入那个环境 因为你太不一样了 怎么能融入啊 我知道 你一定会跟蔡卫康关系好 蔡卫康 蔡卫康不是看着你长大了 对 就是对 就是靠近一点 然后就是他会说 你当时来我家就这么一点 对对对 跟你套瓷了 我跟 就年龄相近一点 跟高准毅挺高的来的 我刚刚一个屋 每天都有画着 国奥队 930年国奥队 挺多人拍的 但那就已经差14岁了 对 也就高准毅可能还 还相近一点 对 而且我们之前以前在上海 就有点共同款 他都干嘛呀 都聊什么呀 他喜欢看那个韩国美食节目 然后我又喜欢吃 然后就各种 然后他做你吃是吗 没有 各种研究 然后在那个YouTube上面 就一顿看那个视频 就搞笑视频 就韩国人组合那种 你现在有点 这么说也不太好 就是跟国内的球员都不一样 就实际的 包括人的状态 和他经历的状态 对 这挺难的 就是有时候国家队比赛的时候 回来还得重新适应一下 过去你得适应那 回来还得一个反式反式 他跟就是再回来适应那么难吗 有点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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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队友之间找共同话题也挺难的 然后踢球方式也不太一样 谁能是个突破口 什么谁能是个 都是谁 现在国家队 谁是能比较能接受这种类型的 好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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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除了高准宇还谁 就是还能聊聊的 没有好军名 高准宇跟你俩性格软性 我一样 多组也特别愿意说 愿意主动的去说一些 但是他跟熟的人特别能说 对我跟其他都可 还有好军 对 就跟高准宇 没有 因为年纪差点太大了 而且即使说有你这一辈的 比如9597 你在国外的时间长 就是交际也少 也少也少 而且95的那个国庆队 我还真没有去过 朋友确实不多 然后就绿城的游戏 绿城97这一批 对 但没机会碰 机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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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惨啊 我觉得 我觉得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爹 是吗 不是 不是 肯定不是 谁还没几个同龄的朋友 4也不能说4 哈哈哈哈哈哈 赶紧 对不起 哈哈哈 没关系 哈哈哈 原来小时候也是那性格 就是往怀里炸你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就是小时候就是比较内向 所以才会往怀里炸 然后你往 到国外提就是 逼得你非得open 嗯 对要跟人沟通 要跟人那 你是怎么开始open的 往人怀里炸 哈哈哈哈 别人往我怀里炸 你看你别瞎想 哈哈哈哈 就是反正就 你反正得聊天嘛 嗯 就聊呗 但是在荷兰 是不是他们说点荷兰语 是吧 说英语 他们都爱说英语 对 总体来说荷兰记录 还算比较国际化 我们这个球队挺特殊的 他18人名单 来自15个不同的国家 哦 预备队说荷兰语 上了一线队呢 就强制性说英语 所有人必须得 所有人听得懂才行 所以说我还挺担心的 换个俱乐部了 那还说方言了 那我 我们要去布莱梅真是 那应该就等着了 对 那挺好的 又掌握一门语言 那去学啊 嗯 肯定能学 年轻学得快 难听 已经肯定开始了 我去荷兰 就是还看 你们和海伦森提一场比赛 荷甲好像除了那个 三四个队 其他水平都差不多 就前面是阿里格斯 菲利诺德 还有阿里格斯 还有博文 就这仨队还行 受到混账了 还是差有两三个 档次往下差 是啊 还是有的 都是当平台吧 就没有什么 和贾一辈子提起来 没有 都是平台 都是年轻人 提完就走了 一个赛季换半个队 那为了啥呢 大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个什么样的 集体环境 对 我觉得他挺好形容的 就是工作同时关系 就是我来俱乐部了 我就跟你挺好的 然后训完练了 走了 各回各家了 特别简单的 对 很简单 下班 完了就越是这样 他训练吧 他那个激烈程度越高 他就是提 就是上精神 更纯粹了 对对 就为了上场就免饿 对 跟关键学生不一样 跟关键学生不一样 训练啊 走啊 拿 对 你订定 主要是你要个小伙伴就好 搞个运要去一个队就好 而且你想他18个队员 15个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 他肯定不会 对 这时候关系 可能也就一两个人关系还可以 点头之丢 对 对 多枯燥 不是枯燥 我觉得就是干一件事嘛 你就把该干的事干好了 就OK了嘛 其他为了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干的这 为干这一件事干好 而做的 那让你去这地儿 你能收多少 还收多少 不是 你说主要是谁 运营从小可能就在外面 他可能是用这种生活 我相信他一开始去的时候 他可能也不是 14年了 最早是11年 11年 那是去个视训 13年我们这个全运会结束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 我就去视训了 就是长时间的 这种三个月回三个月走 然后有一位签证问题 然后技术在队友家里头 慢慢融入环境 所以你一般回家以后干啥呢 我回自己荷兰家里 荷兰家里 荷兰家里就是 荷兰家里就是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自己做饭吃 对 自己 看看美食店 自己看美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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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做饭吃 拿到车就是今年4月份之后 然后我就可以 基本上每天都会往德国跑 然后因为那有太多的韩国料理 日本料理 中餐馆 我们那就在德国边境 不有地图 那整个靠近德国都不有地图 对那不是那边 那不是威迪森 你喜欢的是圣东市的兴死 圣东市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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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知道 你不然以为来参加这节目 是要聊中超 我想平时看不了中超 去不是什么 你想多了 这也是个美食节目 其实外国生活 反正我去那待 去不大待了40天 不到50天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 不是挺无聊 是这种挺静的一种感觉 就是做事回家 对 就特别 让人你变得和别人沟通起来 会有困难 就如果说要是 我要是出去的话 我会变得 就是如果待一年两年 待三年四年 你就不会说话了 我可能会说话 但是没有这么顺利 表达问题方式 就没有那么好表达 对 而且回来就是感觉 这明显就是表达的时候 你有点把它往那个英语的那个 有点词 对 词有点调换 会有别人数了你吗 就是觉得对你的表达很不满 就是你为什么 就带着这种方式来表达 没有 没人数了我 无非就是一聊三观是合了 就不了了 真不了 叔叔 玉宁跟咱现在聊了 已经多长时间了 看来三观还行 还行 就是我还没觉得累 那谁也要穿得很累 不过确实你要说 其实国家队要南方的球员多点 还稍微好一点 我这种方式可能 南方的球员更容易接受 对 有时候 连中西差异 还南北都有差异 对对对对 现在国家队南方球员少点 还有吗现在 上海球员就是 上海球员就是 上海球员就是在上海 就是严峻林上 就是上海 然后我都能 上海话都能听得懂 然后上海也走了就行 学个语言还热好说呢 那我这没学上海话 你先把普通话说好了 我还行 其实 你看过他俩踢球吗 看过 犹豫了一下 犹豫了一下 他上海看过 只不过好像 有一段时间没看了 就弄了 我们俩有一段时间没踢了 不是你没看是我们 你就不踢了 对就有一段时间没踢了 很少就不踢了 那你上一场看的中超是什么 就是任何的场合 上一场中超是 就上场中奖 杭州的中奖 中奖 哦 不是中奖 足协杯上 跟身心 跟身心 看了一下以前队友 其实我看 我看因为就是 张云霖回来以后 我看他踢了一下 我就感觉他是典型的 欧洲那种中锋的踢板 特别典型 他跟国内的中锋门全是不一样 怎么说 就是 他就是 最主要的他就 我觉得 他就是在门前 我中间过渡一下 很简单把球拿住了 我交入以后 我都到民间 到我多分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 露出中锋的踢板 那咱们中国军队怎么踢 蛮处好啊 中国中锋没有生存空间 他在国家队难 他在国家队北战区球部 难很多很多 对 我在看比赛的时候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 他会很简单处理一个球 对 我接个球之后马上 每个队员位置上都已经有人 对对对对 但是可能在国家队的时候 可能需要有一个思维思考的时间 你还得到 你还得到 再对一下 对对对 我才马上传的时候就不错 比如说传抢球 在通常在我那儿的话 都每个人有个固定位置 通常都知道队友在哪儿 就是小孩七八九岁 就十一个人踢 就固定位置 你从小就是你什么风格踢球 很早就定了 对很早风格就定了 完了之后 我是16岁才彻底在那儿 开始长时间的 教练一直想给我定位 想找位置 但是他问我 我说我这位置都踢过 我都会踢 我教练说 那你就踢中锋吧 好 我就踢了 我原来踢边也踢 中锋也踢 前妖也踢 有没有自己想踢的位置 我就是从那儿之后 才有想踢的 我之前我是真不知道 自己想的想踢 踢了中锋之后想踢边锋了 踢了中锋之后想踢边锋了 我踢了中锋之后想踢中锋了 就觉得在这儿还行 对在那儿踢的 就有那种感觉 因为他不一定中锋非得黑又硬 你就是符合他这个进攻套路 完了之后你能找到个位置 就行了 挺被动的一眼儿 你让我去哪儿 我都干过这活 你让我去哪儿 不行我去抗 我去抗 行不行 我觉得是 但是玉琳每天都感觉 是挺被动的状态 其实我到厂上不被动 是吗 很喜欢太被动 好心色 是吧 我去聊的话题好专业 我还挺喜欢聊专业话题 是吧 所以才对落 所以这些局还没散 对 把待会儿再聊的美食更专业了 但是我那时候听说 说你那时候吃饭什么特别职业 不只是乱七八糟的 反正天天 不吃乱七八糟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比如说什么 小龙虾 小龙虾 什么火锅 说他那时候吃饭的特别职业 我自己做餐就是一个主食 一个蔬菜 一个肉 一个肉类 但是肉类无非就是鱼肉和鸡肉 其实我也喜欢吃 比如说KFC如果算是有不好的 我也喜欢吃 但是小时候就是老爸不喜欢吃 有偷偷吃吗 我这上次吃是去冰岛度假的时候 我吃了一顿KFC 我说哇 这是我这个世纪 10年代 这个世纪 我和我朋友 主要是因为上个世纪 你没有存在多少年 没有 10年以后 第一次KFC 好爽 吃了好几个鸡腿 吃一次吃够 千万不能让老爹知道 没事 现在他不 但现在我也形成习惯了 我吃了 不吃了 回国之后就是 咱们团队 国家队出去比赛 看到那个自助餐 哇 都是美食 没有一个是不好吃 全好吃 真的 你比如说是吃不着的 对 吃不着 最开心的是吃饭的时候 对 吃饭了就笑了 哈哈 但你吃吗 就那些东西 吃了都是 就少选 对对每一种选 选一点都好吃 我又犯光了真的是 咱国内啊 可能大家接触职业园少 所以说对这个概念 不是特别清晰 嗯 就是我在想这个事的当中 也是一种想象 并 我并不是一个针对职业园 嗯 如果针对职业园可能 像出国才能看得见 对 什么职业园 吃做些 各方面是多吃 对 没错就是我 我最大的体会啊 就是在中国踢和国外踢啊 对于职业这个理解不一样 就我们在这呢 职业是一个形容词 对 形容你这人职业 没错 你这人很职业 踢球职业 在国外职业它就是一个有名词 这是你的职业 你就应该做这个工作 你就应该是这么做的 要不然你就决定踢 要不然你就决定吃 对 你就选择 对吧 所以要踢的话就是 别吃 就是这个师傅 这就是应该的 对对对对对 虽然也想吃KFC了 不是 但是他那个 我看那个欧洲团员也有 就是偶尔确实缠了 就已经说的 偶尔吃一顿什么的 他不想知道咱们这个 都当成一种习惯 习惯 无所谓 天天一叫外卖没有叫 可能一叫麦当劳 什么的这些东西 但是人家可能确实缠了 人家也吃一顿 就跟咱们 吃个咱们吃个咱们吃个面 猴尔 猴尔也职业一下 今天日子不错 职业一下吧 但是想起这个事 我就想起什么事 我觉得你出过去 16岁出的 我觉得应该更早一点 还早 更早一点 我觉得能更接触职业是怎么样 就是说日本的球员出去之前 会在自己家生活的时候 都是吃西餐 很小的出生就吃西餐 就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围绕这个 就是职业 还真是 老八小时候也是这么制定师傅 按照这个西式的这个动作 从你小时候就开始 对对对对 我小时候不爱吃这个 他刚刚让我接触芦笋 这什么样吃 后来吃吃习惯了 每顿菜还必须得有啥 像是 就是你说的习惯嘛 对 这开始做怎么接受呢 怎么能接受呢 我 被强迫 好像也是有点强迫 但是 说强迫又不是强迫 你知道小时候我打鼻 我考试成绩不好了 读书不好了 老师高我高壮了 然后我爸就说 那行 你不要踢球了 那我又不想 因为我想踢球啊 那我为了踢球 那我就得好好 你为了踢球是吧 好 你得吃这个 你得去游泳 你得练习 这样 总体还是个乖孩子 对 对 对 你爹准你谈恋爱吗 对 我也刚想问这事 是吧 然后握个手 你俩左手握是 我也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过 他说不准谈恋爱 他说 他其实等着呢 有可能他等着呢 但是就是可能 我还没完全准备好呢 还没从美食转到美女 我觉得这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单身多久了 就一直单身好吗 一直单身 从上世纪到现在 对 主要是一直在美迪斯 然后在阿姆斯坦那头好点了 阿姆斯坦的审美 我真接受不了 哈哈哈 这事实是不冲突啊 无非就是你现在 我现在就是一直是年轻球员嘛 你网上你去打拼嘛 你精神精力分散不了嘛 你总想着网上走 是不是 你之前在青年队 然后又到了二十队 你一直有个目标 你难免觉得分心得不太好 二十岁招什么急啊 但是从来没有交到女朋友了 对 早二十五 但是同样也有很多 那有女性朋友和女朋友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了 当然不一样了 然后对 对有时候也觉得和同龄的姑娘 有点稍微聊不到 没得聊 对 聊不到 为什么 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心智 稍微更成熟 那肯定 你觉得就是事实就是这样 那国内球员还有谁你想伸啊 除了那个张雨宁之外 我当时也看辽宁的 我也知道 心理大表 哎 哎 你等会说完等会说完等会说完 忘了 一到夸你的时候你就等会说完 就是屈顺青 对 大一大 他没有说听 然后 就是 神话队 的几个外员 就是03年夺冠的那个好阵容 对 那一样什么配得克维奇 配得克维奇 二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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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先踢球 就感觉 就是我有一次问教练 我说 我说 房一心是谁 哎 我说教练回头你的音 这你都不认识 不错 憋恨的力量 就我问他我说 中国那个 谁踢球像C罗呀 然后他就告诉我谁谁谁 我说我就说 谁踢球像卡卡呀 然后他就想了半天他就想不出来 王欣欣 因为卡卡是我的偶像 这么间接就答教练是谁 这么没眼力加 在绿城的教练 教练是汤辉 但我问的是徐磊 是他现在是一队教练 一队教练 所以他就很有氧观 所以刚才一队教练 对呀 又开始喝了今天 给他添加水 对 喝不动了 喝不动了 那咱们这场休息呢 每次都有一个正问反答的游戏 问我呀 对 看你每场比赛的发型都非常别致 觉得发型和踢球相比哪个更重要 发型更重要 发型更重要 其实是说这么难 下一个问题啊 在海外生活厨艺有没有长进 没有 那其实还是有 对 天天做呀 最难舍的菜是什么呀 洋葱炒牛肉 洋葱炒牛肉 放调料吗 没有什么调料 但是就是有什么放 下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你和杨昊谁帅 你干这小眼神 你干这小眼神 必须要回答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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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杨昊肯定觉得他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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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杨昊帅啊 对哈哈哈哈 确实是杨昊帅啊 你有很多女粉丝 其中有没有特别好看的 没有 这哪个好看啊 哪个好看 有有几个好看 有有具体的 杨昊的杨昊的 具体的这个 有名的啊 对 留下身份账号 哈哈哈 哈哈哈 具体的名字 我也就肯定叫不上来啊 那就是微博上的 他们有没有自己的证明 你会去看你 那个女粉丝的照片吗 会啊 这谁不看啊 他们会 我有个女粉丝 哈哈哈 会啊 他们 哈哈哈 那你会给他们 我都取向我问题 哈哈哈 那我还是比较高人 哈哈哈 但是如果对方 强行贴上来 你也不拒绝 哈哈 不会假意 你推开的 哈哈哈 别别别别别 哈哈哈 不许说摩羯座 是最懵骚的星座 你是 越活越像 哦 我觉得雨精现在是 嗯 这个晚上就飞走了 赶紧能多说点 就多说点 我到里边说不了 哈哈哈 那是是 最近采访数多了也闹心 哈哈哈 都是正面的也没也没见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正面说起来 采访的时候得端着嘛 哈哈哈 那你不端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现在这样 端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嗯 这么着 哈哈哈 哈哈哈 浮度真小 哈哈哈 那你还要什么浮度啊 不端着的时候就下去了 可用 就下去了 一模一样 哎呦上来挺费劲的 哈哈哈 身体情况不支持干这活 我本来想聊那个 这个就是和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来着 嗯 就因为我觉得你们俩也 这父子关系挺特殊的 一般现在都没有就是带孩子 这么这么细的了 一点点全都给规划好 有压迫感 想反抗 有 有 然后现在就是觉得叛逆期延迟了 嗯 还没到叛逆期 就到了刚到 这个 通通吃肯德基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难 肯定每个人得有点这个 嗯 就是你得自己有点 有主意 有主意了吗 比如说 就是踢球的事 你碰到那难处了什么 嗯 肯定自己想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嗯 爸爸肯定又想很多帮你 帮你 哦 你又不想被 被帮你 你就可能开始拒绝了 不就是两人说话声大了 对 是吗 那最后敲板的人还是爸吗 现在是我了 哎呦 拿回主攻拳了 哈哈哈 厉害了 哈哈哈 就是最近一次争吵了 因为什么事 也是因为踢球的事 踢球的事 踢球 就是 他的想法跟我有点不一样 嗯 他可能觉得他给我多点 足球上的帮助好 嗯 然后多一点这个外围的支持好一点 说 你就让我按照自己的 节奏走 就我是这个意思 嗯 就这样 然后我就 就 对不上好 当时表处的时候多大音量 模拟一下 就吼起来了 哈哈哈 吼了什么 就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想法 哦 那还是还是挺臭的 嗯 这是明显想独立的那个状态啊 小儿也不是判你就是 就是 就想跟你对着干吗 交劲 就不让我干 我就干这个 比如说呢 比如说让你 不知道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了 就是 小儿家掉的眼睛 比如说吃饭 你不能把筷子插上门啊 什么那种 哎呀我就没事插上门啊 你不要挨打你 挨打错了 挨打错了 这就是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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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朋友有的时候说我 就是跟我爸在一块的时候 好像声音变大了 我朋友跟我说 嗯 说你爸以前说你都没什么 现在说你总是 为什么呀 我说我有嘛 你现在总是说 谁说的 哈哈哈哈 我说我没说谁说的 然后我又想好像是 就我爸一说 谁说的 反坑你一直都没想 对对对 一下子变 对 但是他到二十岁才开始有 对呀 够完就好了 真的是 这也好办 他爸就可以直接反着先跟他说 就比如想让他干这事 就跟他说不想让他干这事 行什么呀 真问反答 真问反答 哈哈哈哈 就是反过来 从他爸那个角度去考 挺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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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他总是说难 他说我有 我怎么 就是想管教儿子这么难呢 嗯嗯嗯 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你不要轻易给他下一种决定权 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让他从这些建议当中 去考虑一些东西 让他去选择一些东西 现在是建议也不太也愿意听 没有 现在就是我 就这时候 我觉得我感觉到老爸 改变得挺多 所以我说主动权 掌握到自己手 哈哈哈哈 他的 他的改变 对 对 因为你这几年干过 你觉得最孩子气的事是什么 上这节目 哈哈哈哈 其中之一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第一个 遇到你 我记得就是那一年 就是我最后 上一次得红牌的时候 就是 13年的全运会 副赛 6月份 当时教练要把我给放下场 啊 不是 教练 教练要把我换下场 教练要把我换下场 换下场呢 我不愿意了 因为我觉得我剃得挺好的 为什么换我 别人都不传过球给我 我为什么换我呢 然后我又想赢球 然后给我换下去 我就气得不行 我就坐在场面不走了 坐在场面没回 剃不息 然后裁判过来了 说你这不行呢 这个什么什么的 要穿上标志服啊 什么 然后我说行 你穿标志服是不是 我直接把衣服脱了 我说这样行了吧 这样不算是 颜色重叠了吧 你没有读懂他的意思 哈哈哈哈 然后然后他说 你这样更不行了 那我说那行 你干脆就 你就给我红牌吧 你给我红牌 我就我就干脆坐这了 我就不走了 你给我红牌 我也就你就别管不了我 你干嘛了 不行什么的 然后队友一个个过来劝我 说你别闹我什么什么比赛什么 我就什么也不听 我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狂张 我就狂躁了 然后我本来就是一个 老跟自己过不去的 就跟裁判较上劲 他给我红牌 给了我红牌之后呢 我就还坐在这 还坐在这 就是裁判非 这样是真的不行 裁判是裁判 裁判给了红牌 他还是不行 你要的红牌我给你 你还不走 哈哈哈 完了之后呢 我们主要练跑过来了 你连拖带转给我拉 又是打 又是打 然后给主教练招呼 打我没事 打我 我要冲过去 打我们的主教练 哈哈哈 打那个日本教练 我当时那事 反正就是挺 不定玩 这是山本是吧 不是 是石棋 哦 石棋姓鸥 其实石棋 真是挺超老爷们的那个 那个类型 你现在想想你跟他打 你都打得过的 哈哈哈 我就已经老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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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闹 哈哈哈 没有冲去打 然后我们那时候 体育局有两个女主任 是女生 然后上来 拦着我又是抱 又是 我想一下起火 哈哈哈 哇 毕竟是一个没有交据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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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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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跟自己交据 才会有这样的驱动 对 然后后来一想那天 是不是夫情节吗 啊 6月15号 当时就是想好好表现 迎赏球 进个球 有个理由 说给夫妻节的礼物 啊 就一切都是爹闹 嗯 老爸又被我再一次 哈哈哈 哎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运营有个弟弟嘛 嗯 但是我觉得你父亲 是把更多的爱 可能倾注在你身上 嗯 嗯 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我是那个弟弟 我可能会有点吃醋 那踢球吗 他踢球 他什么原因现在 嗯 我觉得就是有点 就棉花和铁的感觉 就是他给我很多 也很重 给弟弟的不多 但是也很重 就是无非就是 他在我身上经历投入多 他还年轻那种 嗯 对 对 现在没办法了 嗯 弟弟跟我是完全相反 脾气暴裂 然后 不是很听话 啊 哎你会不会羡慕他 羡慕羡慕 我总是说 他日子过得比我说 嗯 有想要什么 有什么 那你俩要换 你换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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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那么说说先 仔细想想 就是还是不想谈 哈哈哈 要是比如网友也 也也会骂你 网友 嗯 是国家国家队比赛 会骂的 嗯 然后嗯 就是刚开始 人们对我期望值不高 嗯 所以你刚上来 你稍微就是没什么失误 好了就这样的话 人家就会说你怎么样好 嗯 然后时间长了嘛 然后大家就会 对你有期望值了 嗯 希望你做得更多了 嗯 那别人说你速度慢 嗯 然后有些人就会夸大了 就说你慢得跟头牛似的 哈哈哈 然后又是大蹦马什么 嗯 那怎么办 你反击吗还是 不 没什么好反击 反击也没用啊 也是 反正以后有的好 也不是有的好被骂的 就是反正也要进去面对 对 大人怀里哭是吗 哈哈哈 还没对象 哈哈哈 那别人别人 如果别人虐你的话 你会开心吗 怎么怎么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闷糟行 然后自己会虐自己 那别人如果虐你呢 嗯 不会我只是把它转回 正面的这种想法 那就是 那就还可以接受了 就是就是自虐 就别人骂你了 你还觉得你也 不会太太烦心 你就把它觉得 可以吸收成为 一种有用的东西 吸收一种 成为动力 对 成为动力 这挺可悲的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 比如说说 预定苏东曼 但是我关键的时候 我就进球 我苏东曼怎么了 对吧 我苏东曼 我不耽误进球完 我所有外边人跑过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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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 比如说没有那种压力 觉得自己无处释放的时候吧 其实你承受压力挺大的 嗯 有压力 嗯 嗯 然后呢 有时候会这样的 就是你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这些事 想想你就会叫起来了 嗯 自己跟自己交接近 对 会较劲的 嗯 哈亮声 哈亮声 然后就乖乖地再去做 准备的事 对 哈哈哈 嗯 其实我觉得他自我调劲能力 应该挺强的 挺强的 对挺强的 可能是一人在国外生活 生活的那什么生活 就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自我调劲能力 真挺强的 他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 自我就叫进完了以后 那去我就不干这事了 什么 他是我越叫进 我也想给他干好 嗯 对 我总是把事情看得太 太往外看了 就总觉得你以后 不要因为现在 没那个什么后悔 我总是 对我来说感觉好像 未来太近了 就是 就那种感觉 不好 不好 追未来追得太紧了 对 这真的是挺难的 确实是适合年龄 社会大一点的女友 对 因为你小的还希望 他还理解不了 对 理解不了 然后还希望依偎在你怀里 如果真的是生活的话 你会找那次 赵云宁这种幸福的男友 其实刚才他在说那个 他会就是自己 骑活受了压力 自己回去的那种释放的方式 我想 当他女朋友 或者当他妻子 其实蛮累的 这个话 这也是我没有那个 一个原因来的 就是 找女朋友 对 就是他可能是愿意那种 不愿意跟 就是 别人也好 或者女朋友去表达这东西 有什么事 他自己 闷着 自己把这个梗给过了 就为了 你咋了 怎么不开心 没事 所以反而我就希望 有那种没心没肺的 他别管我 我也别管 对 他其实 可能有一半女朋友 关心他说你怎么了 你跟我说说什么的 他不希望人家 对 就有那种感觉 对 没事 但是做什么都是不开心 别离我 我自己就能过去 对 你给我点时间 给我点空间 我阿俩声 我快乐 对 独烧独口秀 是一档情感服务 类的 内心年龄在97年以前的 无论年龄多大的 你带着我给他说 臭牛 我给你说无论多大的 我觉得今天这两位就是 更多的像一个长者的身份 对吧 对吧 对 而且就是 本来也长者 就聊着聊着就深沉了 聊着聊着就生活大道理的 就感觉在小朋友身上 看到了很多这种过去 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 就好多感慨 所以其实如果是卡卡的话 可能共同话题反而多一点 不好意思啊各位 那个我们小店呢 马上准备打烊了 那零结束之前呢 还是两个事得解决 第一 玉宁犯规最多 所以呢必须要买单 那第二呢 因为你犯规最多 所以还有一杯小小的特饮 要提供给你 这个也问问吧 能不能让我喝 这个是底 咱还有料 是不是去了 回了荷兰之后 就没有这些料了 赶紧再尝尝 不过他做菜 不是说有啥料加啥料 对 现在又可以有啥料加 这个加料的工作呢 就交给你 太奇怪了 拒绝哪一道 拒绝哪一道 拒绝苹果醋 拒绝苹果醋 好嘞 加 哈哈哈哈哈哈 这别变字就啥 也就放了两年多 一和一 应该变不了 你喊停我就停 停 停 哈哈哈哈 你感觉奇怪 生姜粉找头发的 那就是生姜粉 哈哈哈哈 这个生姜粉发完之后 发型会更亮 所以你喝 发型会变得越来越亮 这味道一定不一般 看这季节目的女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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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这家人也开口 喝完这杯 女朋友马上就用了 最开始吃卤粉的时候 也不好吃 不好吃 对啊 这也是不好喝的 习惯 那行 小达马上打药 咱最后还是喊出 咱们中超吐口秀的口号 中超吐口秀 咱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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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的 老板结账吗 一共是150 有照片吗 有照片 有你的照片可以打折 有我的照片 我身上没带照片 那身份证也行 哈哈哈哈 没有现金啊 行 那刷卡吗 刷卡 那个是国外的信用卡 可以刷 国外的信用卡 可以 我们哪都去 一个球上都可以 可以刷 好 OK 好 谢谢